黑色漢堡 炸雞 濃湯 義大利麵擺在餐桌上 顯得格外醒目 替下午茶時光增添特別的風貌 炸雞酥酥脆脆 裹上竹炭粉 高溫油炸 口感不油膩 反而更加爽口 讓人一口接一口 它做了一個視覺上的衝擊 因為平常炸雞是這種顏色 金黃色 然後它是黑色的 味道我覺得很不錯 很酥脆 餐點上有別以往其他店家 大膽使用黑金竹炭粉染色 在取材上的話它比較偏於我們主題 因為我們是有黑露露的羊 那我們就以黑色這個主軸 來讓我們的食材有不同的一個變化性 最後搭配一杯水果飲品 視覺上更加五彩繽紛 放入哈密瓜果肉加入氣泡水 攪一攪拌一拌再放上水果切片 專屬於種下的滋味 這間另類主題餐廳藏身在宜蘭五節鄉間小路旁 外觀設計上簡單明瞭 市外園區四養六隻鎮店之寶 黑比羊吸引遊客目光 這個羊本身就蠻少見的 就是連動物園也沒有看過那一種 然後加上還有搭上就是 像是比較紅的卡通的話會蠻吸引的 然後就是可以跟動物一起互動 還蠻特別的 很少會有這種咖啡 餐廳主體概念以黑表為主 餐店也主大黑色系 還有設置互動去讓遊客有不同的體驗 TV的新聞請到陳王思春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